網路啦,類似像這樣,或者是從eSale 不管,反正最後你就把它轉成CSV檔 那這個CSV檔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那個,也許根目底下 那當然你也可以轉成相對路徑,像這個外匯 那裡面的話,也許你就可以 再利用那個記事本把它打開來,你會發現貼上好像偶爾會出現這個 這個亂碼,你怎麼辦呢?習慣是把它這樣 再取代掉 把它取代一下 OK 那另外的話呢,它預設的令存心,把它儲存一下 那你會發現令存心檔 假如說它預設是ANSI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MS950 它預設的,或者BIG5 但是如果你將來,假設你要跟其他的做溝通的話 你可以把它存成UTF8 OK,那 以後再說啦,大家也知道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尤其像PHP啦,我一定就把它用UTF8 就都沒什麼問題 OK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先不要改 因為我們這個預設的 這個環境 本來就是MS950的 所以你在開專案的時候,當然你也可以先改 按右鍵這邊有個Properties 它預設就是MS950 除非說你在開專案之後 你記得就把它改UTF8 那如果你現在改會怎樣 它裡面所有中文字全部變亂碼 那你更麻煩 所以你也可以試試看 你另外再開個專案 那個專案你就用UTF8就好了 這邊用UTF8 記得另外一邊也要用UTF8 不然會亂碼 OK,這個是確定是一定會發生的問題 那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這個書裡面好像沒什麼特別講 我發現好像書裡面都不會講說 要改什麼UTF8 所以很多網路上很多人在問 為什麼我東西亂碼 好多都問同樣的問題 實際上改一下就好了 反正裡面Match 蛤 對啊 都改UTF8 對啊 可是問題 他們GPK 那可是 還是有問題啊 你乾脆都改UTF8就好了 反正簡體繁殖都可以 因為它是UNICO 萬國嘛 都可以 OK 那我們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要怎麼把它輸出 那輸出的話 我其實剛剛 第二個就是說 我把剛剛的那個城市 其實這邊有一個 變化題 那我跟 也是一樣 我就把剛剛我們貼上 這一段 城市 也是直接貼上 我就貼上之後 改了黃色區域的地方 因為我講過了 你可以套公司 總共有 五欄嘛 我貼上只有AB嘛 C DE 自己應該會改 反正你看有幾藍 所以以後 只要你看到你來 有幾藍 就貼幾藍就好 當然你想說 那 應該了不起 貼個10藍 20藍就很了不起了 但如果更多的話 你也許自己再去 用別的方法 跑個陣列 或什麼樣 反正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的習慣是這樣 A到E 然後 這個路径改一下 再來就是 Add的地方 因為你有新增了嘛 所以 Add的部分 再增加 CDE 然後 藍位名稱 234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了 改一個 兩個 三個 OK 1234個地方 那反正就是 主要你看得懂 裡面在做什麼 其實你就知道加什麼 OK 那最後的話 輸出正列 輸出的話 因為我需要哪一列 for i 等於 0列 到 這個正列 的最大值 這個前面講過 加加 然後 這個是列的部分 藍的部分的話 就是 也是從0開始 第幾藍 到那個 當它小於等於 第 1列 的 總長度 就是有幾藍的意思 這個前面也有講過 那把它輸出 輸出 這個data ij 加上一個 tab的符號 OK 然後呢 最後再加一個 print line 它就換航 所以輸出的話 這個 很多地方應該前面都講過了 這一段我印象中 好像在前面 有一個部分也有講到過 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 把這些通通改變之後 再到我們的 這個地方 直接做 直接 實行 OK 你會發現 輸出的結果呢 看到的 就會是我們要 不過你會發現 亂碼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這個外匯 我看是 剛剛是不是改到 其實就是 編碼的方式 把它儲存 應該是 MSI 這個吧 把它儲存一下 取代一下 我看看 理論上 應該 其他不用動 再把它跑一下 怎麼還是亂碼呢 還是說我剛剛有動到這個 properties 對我改到這個了 有沒有發現 UTF8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 本來要demo給各位看了 可能不小心 動它一下 OK 你想說 辦法怎麼辦 沒關係 改回MS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乾脆勇敢一點 兩邊乾脆呢 就通通改 UTF8 也可以啦 但是我講 我剛剛好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 如果你在這邊 按右鍵 properties 的話 是整個專案 全部改 如果你今天是在 我剛剛是 這個 這個檔 File 加底線 如果在這個檔 改的話 按右鍵 properties 它只會改 這一個 class 其他的class 還是 MS950 OK 這樣風險 比較小一些些 不過在一個專案裡面 有兩種語氣也怪怪的 我先說明一下 那把它改回來 基本上把它改回這個 default 執行看看應該就OK了 不過它變成這樣 裡面 這邊全部亂碼了 怎麼辦 就 它錯在哪裡 基本上應該是錯在 這一行 因為它又把我的那個 就是原來的那個中文的部分 改掉了 所以基本上再把這個 懶 偷懶一下 把它再貼上一下 理論上應該 它只是註解壞掉而已啦 其他地方應該都沒有壞掉 然後把這個改一下 其他應該只是註解壞掉 註解重加一下就好了 OK 好 知情一下 這又是出現什麼 Problem OK Save First 我剛剛是 這個 OK 不是UT58 改回來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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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不要改好了 改作變 沒有改回來 沒有改回來再找 OK 好啦反正不然就是 UTF8就好了 把它save成UTF8 反正兩邊是match就OK了 重點在兩邊match 他就不會亂忙 你會發現 我剛剛改來改去都會改到忘記了 我到底改UTF8還是改ms 反正兩邊是match的 他就不會亂忙 但是如果兩邊不match 就一定是亂忙 所以像我的習慣 比如說我在撰寫 我一律就乾脆全部都UTF8算了 不然的話 很容易就是 自己也搞不清楚 到底 自己用哪一種編碼方式 OK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可能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那個 就是 編碼方 那如果你不要動 你存檔的時候應該就不會亂 剛剛好像是同學 曾經聽我講過說要存成UTF8 結果他 就很用很認真的 把他改UTF8 反而 出現錯誤 所以 這個地方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會有這種 可能性發生 那 你們可以試試看就是我剛剛的那個外匯資料 匯出 這個匯入跟匯出部分 實際上也是從剛剛的那個 範例來改的 那我講過就是 你們可以多做一些練習 網路上面 只要是像股市資料也可以啦 你也可以把它存成CSV 再做練習 如果通通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你未來在讀取檔案上面 應該就會很駕輕就熟 OK 再來第二階段 後面也許我會再增加一些 就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我之前有DEMO給各位看 那為什麼要 過度進階啦 因為如果 直接講那個 對各位來說 也許負擔太大了 我們漸進的吧 那 如果你漸進的這些都通的話 後面在銜接上 其實 就會 比較容易一些些 你會發現 好像我們用來用去 很多地方都重複 都一樣 而且 就是前面講過的東西 那 當然 你前面的東西如果熟悉的話 後面再做練習 你當然會更駕輕就熟 OK 今天的話我想我們就 先到這裡好了 OK 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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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